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Pokemon Wi-Fi Battle 今集會繼續有我和阿謙一起跟大家玩這個雨天的黑啦哈羅斯隊 大家好 Yo 阿謙其實都算一個雨天專家 那現在大家應該有機會在HKBFZ會看到他一篇關於他整篇VGC15的一段關於雨天的文章 那既然對雨天今天心得了你覺得我這裡黑啦哈羅斯隊怎樣呢 你反問我 你反問你了 OK 老實說 還可以 那跟著呢 不其實都OK的 那跟著呢 即是有些具體一點的形容 即是不好不好 即是有些優勢有些什麼劣勢 可能會想到有哈羅斯在這裡 即是那個對賊會少些 而且了解這個重的人都未必很多 雖然都是很標準的那幾招來的 但是譬如那些條法譬如那些六位套 即是那些都不是人人都知道 譬如你不用的時候我都忘記了他的速度就是多少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優勢來的 而且那個互補和雨天都不錯 嗯哼 好啦 我們遇到一個千八分的對手 那他 呃... 好過人來的 那... 好像有點想想這個 呃... 然後其餘的那些呢 譬如你代手呢 都不是一些 喜歡吃熱湯的重來的 因為熱湯那些... 噴噴噴噴 那些燒雀 那些燒雀 實在 但是問題呢 對面有兩隻 是電磁波 還有兩隻 是啊 這個才是個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呢 手法地狗 不是手法地狼會好些 即是手法 因為對面 你幻想一下 對面看到雨天的話 對面會出什麼 對面呢 可能有少許機率 但是都很低微 然後手法機率呢 很多時候都是代手 然後加雷雲 超倫貓鬼劍 但是... 因為鬼劍都是沒有... 即是... 真的沒有對策關節才會出的 那他有雷雲和超倫貓 有電磁波 我覺得... 如果這樣看 我覺得是代手加雷雲會最高 我也是這樣想 那... 我回來覺得他 就是選擇上面那四隻 那他有雷雲和超倫貓 即是... 沒有直接怕雨那四隻 其實都有機會 所以未必... 何童未必需要帶 但是偶懷要帶 何童未必需要帶 何童未必需要帶 你這個情況 我覺得... 鬼劍會好些 嗯? 鬼劍可以打超人貓 打對面的鬼劍 而且可以抗阿謀 然後... 而且打對面的代獸 你有東西可以換不出來 擋代獸這些招 因為我看見對面那麼怕雨 很想出多些雨去打他 其實本來 不需要的 而且你的何童不需要 你的何童不太重要 即是... 牛蛙已經綁了速尊 已經... 這個已經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綁了速尊 然後把自己這個... 呃... 那個... 個體的性能 提高了 你不需要依賴你雨天 然後要一隻何童去打 你自己綁了速尊 你的牛蛙都是你的攻擊手 對面很奇怪 對面最好 竟然派上了顏謀 這個... 這個是很奇怪 但是對面為什麼要打牙謀呢 可能是因為... 他沒有手段打你 他可能牙謀一血筋 都有這個機會 因為一血筋 可以擋你一招雨天 那些... 水系招 然後再用筋拳 打回一個大傷害出來 他出牙謀會有任何... 我知道了 會不會是自吹自擂 自己的牙謀 哇... 像馬筋 那些... 不是吧 不用看到這樣 不行啊 但是... 雨天手法怎麼辦 嗯... 不知道呢 不... 不過先看一看 不用... 不用猜 現在看一看就這樣 我覺得對面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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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老實說 可以去兩隻我作劇之心 變成我有些怕對西鬍會有聖兵 你試試保護地龍 然後旁邊的那隻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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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斌 應該應該成兵 對... 而且這隻雷雲 滿個氮風好密 所以雷雲不會是... 硬... knock 靈雲型 把它 verst超慢 命玉,但不低速 可能啦,這麼慢命玉,你吃一下招再命玉自己去 那就太善了,我覺得 如果是聖犯 有機會是頭盔 頭盔的話聖犯 聖犯比較少,頭盔比較多 或者是放散,如果要排的話,我會排頭盔才看到放散 然後才到聖犯 現在對面很明顯 像是Y格的情況 最後那隻呢,有機會是代獸 因為多數代獸隊呢 你看到 他必定出的啦,代獸,因為比較慢能 對應所有的情況都好 都OK,沒問題 現在那個,好像會Y格 對面Y格 嗯,都幾次 你覺得右邊的位置換鬼鍵 然後左邊提升怎樣 我又不太想給對手提升 我想,我回來想保護地震 或者直接攻打他加地震 因為我是蟲蟻 對嗎 嗯,地震大歪格 我覺得比較明顯 如果我地震近身拳,怎麼看 還有 按出來 噢,NO! NO! NO! 夠不及了 對手,靈身拳 OK 可以自動自動和我靈身拳對面 麻煩 我剛才靠你 好,spunsen 靈身拳 靈身拳 好,飛彈針 啊 Bew Bew CD 做什麼 Bew Bew 我夠好多 我們過了吸房之後 夠時間那個其實都夠了你一命 對手 如果按到更新拳 我們贏 好,這個位置 呃,你覺得他的鬼劍會不會再 難一點 會不會再歪格 會不會再歪格 難一點 現在是 撤保護 撤保護多了 不是 你歪格完之後 保護 雙和保護沒有分別的 效果 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的話呢 我現在就是想地震保護 地震保護 GOGOGO 因為 而且對面是100 對面有點毒心 對,對手真的是 保護 可能 這個 免費的地震 就是 對面應該會想影球 這個時候 嗯 因為 找一點保險 其實這是一個心理戰 就是 你廣放人一次 對面會有機會 不再出範圍技 因為你有機會再用的 那這個時候 會不會再毒我 會不會再用 果防呢 就好像現在這個情況 嗯 然後他應該是 影球 地龍 應該是 對 應該也死的 對面有廣防 代表著什麼 對面 就是 鬼是鋼蟹 然後是黃盾 廣防 就是沒有先制 鬼是鋼蟹 這個時候我覺得 帶河童呢 帶河童呢 牛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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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牛蛙已經贏了 扔出來 出名字 你想說牛蛙 呃 沖浪 我想出沖浪的 Wild Guard 你覺得我 他 我飛彈針應該打死 什麼 打死劍鬼 如果劍影的話 對 打死了 你而且更快 對嗎 應該更快 120多速 爆速劍鬼應該上不到 120多速 對 上不到 你75速中 對嗎 嗯 你是不是75 75 他60 爆速也是等於70速中 爆速 OK 對面還有一隻就應該代手了 嗯 超能貓都不要緊 有鬼是 超能貓就好了 一定不會是地龍 一定是代手 嗯 雙魚的話 還帶地龍 就會對面不知做什麼 好了 這個時候呢 變了一些 很獨心的遊戲 你覺得對面 會不會 爬馬威 你呢 嗯 讓我想想 對面如果爬馬威的話 會爬馬威哪一隻呢 我覺得他應該會下馬威你的 Hello Hello 或者直接撞死你 但是下馬威的機會 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可以 在下馬威 之後才吃你這招熱湯 好 但如果有機會 他覺得自己很落後 然後兩隻一起 雙魚的話 也有機會 我後面還有劍鬼 所以其實 都算穩定 我覺得 也是的 因為他這個 太落後 他有時一定要撞一撞 對 ok 雙魚的話 應該是雙蟲 都 兩隻 雙魚的話 雙魚的話 唉 打死了 竟然 怎麼了 我想過近身拳 不是啊 那隻鬼劍 我弱點得下我 有什麼可能不死 對啊 神經病 我以為你會考慮了這個 才會這樣做 我以為你知道的 原來你不知道的 我知道了 我沒有考慮到 竟然 因為就是那個位置 我跟你們說 要不然我叫你換了鬼劍出來 某些位置 就是你吃不到櫻子球 這個位置 其實他很穩定 一下撞死你 黑鶴磯 然後旁邊的那隻保護 原來下一趟他坐櫻子球 再打兩隻 衝過來 你確定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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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WTF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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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要找我代手 啊 發生了什麼事 MAGIC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朝 朝 條速300 才會處 關條速什麼事啊 你根本 代手有什麼可能會買75速 有一個可能性 有一個可能性 因為正常代手 因為你那隻是調快過過 的嘛 調快過過多的 對 那代手一定要快過過 不是 136速 126速 每個是123速快過 對 每個準速是7速 你準速是75 對 對 即是速度 那就是差5點 那5點 可能這代手剛剛好調快過 我都不出奇 對 因為我特地調到 Mega前快 所以 可能就是你這一點 薄中了 對 這一點可以快過很多精靈 因為很多人都剛剛快過 1 2點 4 5點 有一個很瘋的想法 就是 可能它是超能貓 有氣空 但這個呢 就 多數 多數 只要你這樣 可能很靠電池波 對 因為它電池波完之後 那隻代手 可以快過對面 有內疚 有輸出的情況下 就會很厲害 這個 竟然快過對面 黑螺絲 因為他才是對面的代手 真的 帥 竟然 帥 帥 沒錯 讚 他們 你 最後 我是 跑 我